使用莱克多巴胺就不在龟蛋里头 国民岛立委质疑 既然法规明定国内是禁药 为何还要进口莱猪 更批评这是拿违法行政命令 限制地方零检出自治条例 安全陆军透过了中科院采购17套 活造风眼机动点防御相位阵列雷达 根据平面媒体的报道 目前有5套已经以防了外岛部署 包括了雾秋的外岛防区 而由于因应东沙的情势 其中有一套风眼雷达 以防东沙岛要作为反低空目标的用途 并且搭配海军陆战队 加强连的双连装刺针飞弹 作为反制共军的直升机跟无人机 而国防部则是不多做评论 家长出面指控 说他就读小队的儿子 疑似遭到了半导师不当的体罚 孩子下课嬉闹 讲了一句不雅的词汇 会被老师拍背 很踹 腰部都欲轻了 这位男童更说了 先前还被扫把柄搓 还甩巴掌等等 前后长达一年的时间 对此老师否认有踹人说 只有打而已 现在校方还有交易局都已经进入调查 今天启动了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开放民众上网填资料 但是第一天状况还真不少 除了系统当机无法进入 还有民众运到了进入这个系统之后 居然两度跳出了陌生人的个资 至于这个系统会泄露他有个资 一 tan子 二 三 三 三